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我们要来探究这个吸管界面 在2020年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了 为什么止吸管总插不进去 但塑胶吸管可以 那其实这并不是材质的关系 里面其实有一些数学原理 我们一般都以为什么 吸管的界面是圆柱切个平面 但其实这是止吸管的 但塑胶吸管并不一样 这平常的圆柱结一个这个截面 可以看到这截面是椭圆 但塑胶吸管并不是这样子 塑胶吸管我们可以把它先压扁 接着我们把它砍一刀 砍一刀之后再把它弹回圆柱形 这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截面 大家有注意到这截面跟刚才有哪些不一样 止吸管它是一个椭圆 这边比较钝 但是塑胶吸管 这边就比较尖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位置再观察一下 此时就可以看到塑胶吸管一端是尖的 那止吸管一端是钝的 再等一下教学 我们就为大家来探究这吸管局面的探计 这次的GGB教学主要受到观察错老师 还有文浩平老师作品的启发 接下来我就基于这两位老师的作品 来做个GGB教学制作步骤解说 先进行评论 我下课后要求你 这是个GGB教学生的讯件事 小学生的讯件事 是什么问题 这种问题是什么问题